美籍自由车名将阿姆斯壮 遭美国反禁药组织 再度指控服用禁药 三位和他相关的车队人员 已经被判终身禁赛 阿姆斯壮随即也提出上诉 如果阿姆斯壮败诉 那么他的七座环法自由车赛冠军 可能会全部被收回 并且终身禁赛 美国联邦检察官经过两年调查 今年二月原已经撤销对阿姆斯壮的指控 但四个月后反禁药组织发现证据 指控阿姆斯壮自1998年起就开始使用禁药 阿姆斯壮所属车队的队医 医疗顾问以及训练师等三人 因为已经涉嫌协助使用禁药 已被判终身禁赛 加上又有十名证人证实阿姆斯壮使用禁药 让阿姆斯壮处境雪上加霜 阿姆斯壮表示禁药组织剥夺了他的权利 已经对反禁药组织在联邦法院提起上诉 阿姆斯壮的律师表示 法院将花一个月的时间做评估 来决定是否接受阿姆斯壮的上诉 新唐利亚地电视国际新闻部综合报导